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的太美了 今天來到我朋友新開的咖啡廳還有餐廳 他算是早午餐 然後咖啡廳 餐廳都有 然後在台北藝術中心 就是在劍坦路這邊 新落成的藝術中心 外觀有一顆球的那個建築物裡面的7樓 Acme 哇 採光超級好 剛一進來就拍到爆炸 非常喜歡 現在要來點餐囉 好 你點的是什麼 你不要害我 撿不進去 那時候又會講到說 女太妹 好吃嗎 很好吃 他是那個松露牛肉 平常吃 因為我平常不吃比拐麵 但他比拐麵好Q彈 我點的是 雞腿 酪梨 有沒有塔塔還有飯 超級香 看起來好好吃 對對對 超級好吃 超級好吃 好好吃喔 有煎過的 但是又很軟嫩 然後很有味道 吃一下他的飯 很清爽 因為那個肉本身已經有鹹味 然後配上清爽的飯 是很剛好的 我剛剛覺得自己臉煎有點太白 然後我就這樣子 有時候這樣拍照前面 這樣搭一搭 就變得比較紅人 甜點時間 好像愛麗莎燒 我點了一個泡芙 然後裡面有夾那個冰淇淋 看起來超級 然後我們另外有點 鬆餅 它是用全麥的鬆餅盒去做的 然後有洛神花還有藍莓 褲噴莓 就是以那些 莓果類為主的鬆餅 很好吃耶 超好吃的 而且 它這個是有那個麥香味的 好好吃 先這樣 不行吧 喔 喔 好冰喔 這邊出來還有外面的露台 超級大 很棒 它這邊這個外牆的設計 一定要看一下 我今天來到BUT 民生社區的BUT We Love Butter 然後今天超開心 因為他們邀請我來他們店裡面 看他們現在跟幾個國內外藝術家的展覽 他們就是有合作一些包裝 現在就進去看看 我剛剛就是看完了展覽 然後我覺得非常的有趣 他們一共找了五位藝術家 然後他們這次五款外包裝都設計得非常有意思 很有自己的巧思 不愧是藝術家 覺得很讚 好天氣好天氣 我要來跳一支好天氣之舞 天氣爆炸好 決定要去騎腳踏車 我今天想要去大稻城吃 許仔豬腳麵線 他五點要打烊 現在快三點 我應該來得及 GoGoGo 出發出發 Let's go 好不容易到了 然後這邊就來這2點0 我真的要氣死 啊 現在要去找1點0的環車站 到大稻城了 如果要來大稻城 然後你是騎U bike1點0的話 就要來這個大稻城公園 後面是嘉興魚丸 就是瑞瑞最愛 他怎麼從小吃到大的嘉興魚丸 我也吃過還不錯 到了到了 哇 這邊超特別的耶 在那個慈勝宮這裡 旁邊 看到了 我現在非常的興奮 因為這看起來太好吃 他的湯真的好喝到 有味道 看起來是很清澈的那種 但是好好喝喔 因為這間當初阿姨來開的時候 他就說一定要來吃吃看 然後我終於找時間來吃 因為我好愛好愛吃豬腳 你加湯回來了嗎 可以加湯 我欣賞 湯太好喝了 我看到一間我的愛店 現在要去 我們到大稻城碼頭 我想說來找個地方坐著 吃一下剛剛買的滋養 殊不知這裡人超級多 現在怎麼辦 往前走一點吧 結果走到淡水去 超遠 在千歲公前面找到一個 小空地 安靜小空地 有遮蔭的 然後我現在要來吃滋養的泡 它的皮跟我想像的不一樣 它不是脆皮的 它是日式很軟的那種 內餡的 內餡喔 再吃一下 可能是不夠冰的 我覺得 Bears are pop it down 會不會被罵 換你吃 好吃嗎 好吃嗎 它有點像是 無精打采的泡芙 對 就是軟軟 但是我蠻喜歡 因為我喜歡放餅乾軟掉 嗯 品味要差喔 但是 但是它又跟那個 那個帕帕什麼的 不太一樣 不一樣 帕帕的很硬 我喜歡帕帕 可是你不覺得 你剛才說帕帕的很硬嗎 會去買滋養 就是因為最近名氣太大了 就是我在 無論是那個 Facebook還是Instagram上面 就是一堆人 就給我曬那個滋養的 應該是草莓大廚吧 但我剛剛去的時候 已經沒有了 所以我們就是 買別的這樣 不特別啊對不對 它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嗯 但不會難吃 最後一個 愛草馬鼠 我現在已經沒有抱太高的期望 就是平常心的面對這間店 愛草馬鼠本身不錯 但我真的不喜歡它的 紅豆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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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哼 哼 哈哈哈哈 GOOD MORNING 現在要去剪頭髮的路上 然後上一次剪就是過年前了吧 所以也一陣子了 剪完頭髮了 剪超級短 現在要去吃飯 我來那個旁邊的小小素食 你也剪了 好看嗎 好看啊 清爽 松露薯球是每一次的必點 然後我以前不知道他可以點半份 之前我有分享過小小素食的時候 就有網友跟我說可以點半份 所以我今天就點半份 半份也超多 他的那個松露醬濃到 我平常都是點一個 夏威夷鮪魚的佛陀碗 今天換成泰式打拋口味 好好吃喔 但我覺得 沒有很打拋啊 但好吃 好吃嗎 很好吃 他有那種 他有東南亞的感覺 但不是打拋煮的 他不是打拋煮的 但是就是那種 異國請教的飯味 好香喔 吹太久了吧 他是那種西式中華 但是就是中華料理的味道 他都是川味 中華料理的味道 你是小當家看太多 我今天都在看 然後全部都是花椒味 真的有點辣 但是好好吃 嗯 很好吃吧 我下次來要給你這個 菠蘿茶蛋糕 怎麼會突然又有蛋糕 不是要走了嗎 因為店員 可能很喜歡我 你很紅喔 我算蠻好的 謝謝你 最愛伯爵茶 雖然說我有很多東西都是最愛 但伯爵茶類的甜點 我真的無法抗拒 他上面還有那個 巧克力脆片 好好吃喔 我另外很喜歡那個 海鹽戚風 然後他們的布丁也很好吃 我現在到我朋友的視頻店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最近突然想要裝飾很多 戒指啊 項鍊之類的 我以前是完全不戴視頻的欸 然後我就突然想到說 我朋友開了一間很美的視頻店 然後單價也不會太高 現在就來逛逛 看有什麼適合我的玩意兒 試這個 這個要試試看 這個才瘋啊 一點點 還可以齁 蠻可愛了吧 好可愛喔 這個咧 有一個這個金色 可愛喔 我今天買了一個這個 這個是雲 雲朵的大的戒指 很可愛喔 然後另外一個是這個愛心 超可愛 然後還有買了另外一個 但我那個是定製的 所以要之後才會好 今天我們受EESOP的邀約 來到他們台北的辦公室 要進行一個 跟 跟 漂亮有關的工作坊 就是這個機會非常的難得 所以我們今天都非常的興奮 現在就要準備進去 我們現在剛到大都會公園 現在要去找沈怡他們 帆帆 對 嗨 各位 風格野餐日的 線上線下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沈 我是屯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受邀 就受到KKBOX的邀請 來主持一個小時的Live Podcast 你夠辣給你辣 我夠辣 好的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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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很正前 大家都 大部分都在一起 那一夥兒中間 正中間 很棒 很棒 很厲害 結束了 我很棒 我很棒 很棒 你們兩個超棒 你們很棒嗎 你們精度到 大家都在排隊 好狼狽喔 穿露背裝的女明星 自己扛心裡 嗨 我 我就想問 請問 我跟金山區 是不是犯衝 我們上一次來金山 就是跟沈來 那時候天氣也是差到 然後我們今天難得 平日 就是 沒有 就是都把工作做完了 想說 那來 出門走走好了 我剛剛出門前看呢 就是 天氣都還不錯 沒有下雨 結果 一上高速公路呢 越往北開 在基隆的時候 已經在 下一些雨了 好啦 沒關係 反正我們就是 來 看看 海 聽聽海 然後 去個 因為下雨 所以只能去個咖啡廳 待著 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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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的 爛天氣 經歷了下午 金山的爛天氣之後 我們今天要去吃小小素食 在金華開的比較精緻的餐廳 叫 Curious Table 因為我們平常都非常喜歡小小素食 然後聽到他有做比較不一樣類型的料理 我們就越越欲試 所以今天就要來試試看 是最近才剛開的嗎 好像幾個月吧 但我們是最近才得知的 對啊 反正今天就要來吃吃看 好期待 超級期待 耶 今天 就是 Curious Table 整個吃起來都覺得 很新奇 然後 食材的運用呢 什麼都覺得很新鮮 然後也很好吃 也很醉 小醉 你有醉嗎 還可以 你看起來蠻開心的 我很開心 好 那四月份的Vlog就到這裡囉 然後 如果喜歡 這個月Vlog的朋友 麻煩 讚 訂 分 然後 然後 留言支持我 留言支持我 持續關注小諾的頻道 我們下個月見 掰掰